在这个OnChooseImage这个实践处理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把用户选择的文件 上传到后端服务 在它的这个ChooseImage的成功汇调里面 先贴点按一个Images 它的值可以是Response下面的TempFilePath 这样在设置一面上的这个Images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简单地写成一个Images 下面我们再用一下这个Images的Map Map是一个数组的方法 它可以去循环处理数组里面的项目 给它一个汇调 每次循环的时候 这个项目的名字可以叫它FilePath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项目索引的名字 叫它Index 然后用微信提供给我们的WXUploadFile 去上传用户选择的文件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添加一个URAL 设置一下接口的地址 用一个字符母板 地址里面要包含API Base 就是接口的基础部分 斜线后面再加上一个接口里面的路由的部分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API Route Media来表示 然后在页面的最上面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这两个东西 之前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API Base 就是接口的这个基础的部分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API Route Media 媒体的路由部分是WP-VR-Media 再回到这个上传文件的方法 我们可以继续地去配置一些选项 添加一个FilePath 对应的值就是要上传的那个文件的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MAP这个回调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也叫FilePath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写成一个FilePath 再添加一个Name 名字是File 上传媒体文件的时候 后端服务要检查用户的权限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Header 给它添加一个额外的头部信息 名字是Authorization 它的值我们可以用一个字符模板 Barrier Conger 后面我们需要加上用户登录的时候 后端服务签发给用户的那个Token的值 这个Token的数据 我们把它放在了小程序的全局里了 在这个A面的OnShow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从全局那里面拿到了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放在了页面的自己的数据里面了 所以这个Token的值 现在就是ThisData JWT 下面的Token这个属性的值 文件上传成功以后呢 会调用一个Success方法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响应的名字是Response 我可以先把它输出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 这个上传会返回上传任务 先给这个任务去起一个名字 叫它UploadTask 在下面我们可以再去用一下这个UploadTask里面的 OnProgressUpdate 给它一个回调 添加一个Response参数 上传进度更新的时候 会去调用这个OnProgressUpdate的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更新一下表示上传进度的那个数据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新的数据 名字呢叫Progress 默认我们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数组 再回到这个OnProgressUpdate的这个方法 先添加一个Progress 它的支持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项目就是ListDataProgress里面的东西 然后在下面我们再去重新的设置一下Progress 方括号 加上一个index 这个index就是当前文件的那个缩印值 让它等于Response下面的Progress 就是当前文件的这个上传的进度 下面我们再用一下ListSatData 重新的去设置一下这个Progress的数据的值 在模拟器上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这个上传图片文件的功能 按一下选择图片按钮 选择一张图片 小程序应该会把选择图片上传到我们的后端幅 上传的时候呢会在图片的下面显示这个上传的进度 在控制台上面会输出上传成功以后返回的响应 在这个响应里面的Data属性里面的值 就是上传图片文件成功以后 辅端给我们返回来的那个上传的这个媒体的相关信息 再回到网站的管理后台 打开媒体 在这里可以找到刚才我们在小程序里面上传的这个图片